一齊來養恐龍 我們來試玩一下APRESTAMENT的免費遊戲 《豬落雞世界進化》 相信大家 很多人小時候都喜歡恐龍 怎麼小時候呢? 比如幼兒園的人 都喜歡玩恐龍公仔 後來還有恐龍戰隊 面容金剛 裡面又有恐龍 大國以後 也有《豬落雞》的電影 《豬落雞》的電影 《豬落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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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的 導演的 真是豬落雞 後來又有《豬落雞》 是什麼 《豬落雞》 有個《豬落雞》 《豬落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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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最不喜歡玩這種遊戲 不過試一下吧 反正沒有 沒東西做 反正它免費 他有一個平地建造成本請放置到顯示的區域 我們先看看你在這裡的任務 丁仔他剛才會飛到那邊的 這麼自靈化的 死亡五島上建恐龍設施這一帶都主要是西班牙人 他們叫這裡是死亡群島 當然你得讓他連上現有的道路網和電網 雖然電影影時作品裡面說得很好 可以將恐龍復刻出來 但是在現在這個世界始終是做不到的 為甚麼要整條路啊? 怎麼整呢? 噢,這樣我可以 新鳴會找到出路 變成一間雲族的五島道路網 他正本在哪個問題? 嗯?不行的 糟糕,正本在哪裡? 真的不知道啊 糟糕 不是,還我呢? 正本在哪? 不知道 正本難道在這裡? 好 怎麼辦? 好了,剛才拿了門在這裡 要呼發恐龍,先從駝龍開始 選擇創造新的實驗室 然後選一個呼化槽 我們就可以製造你大一隻恐龍 有沒有這麼簡單? 再生神呼化一隻恐龍 在這裡,呼化槽,呼化恐龍 嘩,不多 他說要妥了 OK 自以為不可能出錯 博士,別這麼說 野生分子的密謀策劃 伏欲絕種 不要這樣說,你都知道 自從上次我們都知道 在朱鑼基計畫裡面 學到很多教訓 就投入了很多錢 難道跟電影是聯動的? 很多人不清楚 從來放羊 放羊 咦? 這個比我上次玩過過山車 好像比較好玩 上次我玩過過山車的大坑 專門弄過山車又略虛虛虛 但那個遊戲很適合 畫面和引擎都很差 至少畫面是漂亮的 還有生物看看,多過癮 整體感覺不錯 這個遊戲 推薦大家玩一下 好像免費到明天 拜拜